現在當時操縣的三季 操縱頂青龍 彭浩宣跟中華館的 粉紅雄 文哲國修來合作 在這橫区基盤 新龍教教的體驗活動 帶到小朋友感受 採操縱的出味以外 今天透過的導覽觀察 可以了解到對外的生態 安排一天 真豐富重新的學生路程 還想讓我們發起來到草莓園 帶到甘菇 實際體驗到採取的出味 我今天看到有大顆的草莓 還有蝴蝶 有那種蝴蝶的草莓 然後我覺得今天應該是大豐鬆 因為我採了大概有三十幾顆了 沒到這個櫃子 也是中華館文哲國修的小孩 最期待的時候 這幾年很苦合作 推動到新龍教育 都說來採草莓地下 並且觀察豬兵 中餐的心態 做多館的學生 清龍來跟我們解釋 現在的水稻的稻田裡面 現在可以觀察到什麼樣的動物植物 還有他剛剛有提到說 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應該在水田裡面發現的 我發現到小朋友提到垃圾啊 對 所以我想說至少在環保方面 小朋友能夠進一步的認識這樣 其實我們會主要先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我們農場 為什麼可以做到無農藥栽培這樣 或是我們有時候會根本做一下我們田邊的巡禮 就是我們農場附近的 像水稻田的部分啊 像我們路邊的雜草啊 也就是做一下農場附近的介紹都有做 這項學校是農教育活動 從小朋友親手提供 當時來印度到他們可以登校食物 保護環境 好好用什麼整個月在家庭 透過農場主人的一個說明 他為什麼可以做到無毒 讓小朋友也學習到說 以後我們對環境要怎麼樣的去愛護 那小朋友也在剪草莓的過程當中 也要知道說要怎麼樣去愛惜我們的食物 也要珍惜我們農民辛苦種所種的農作物 彷彿以後重視的新農教育體驗 讓小朋友得到很多收費 促進到對在地農業感情的人動 記者女性差不多